一輛大型陰影車通過路口 但怎麼監視器瞬間歪掉 甚至故障斷訊 直接變成黑畫面 換另一個角度 當時陰影車後車斗上方 是用黑色帆布覆蓋 結果帆布突然被風吹起 往上一飄 勾到了電線 就這樣出事啊 這支路燈 燈桿直接攔腰折斷 橫倒在斑馬線上 電線整條被扯掉 就掉落在車道 還有監視器也是整臺被拉下來 事故發生在三號上午九點多 花蓮市海岸路以及金華街四巷口 也就是花蓮女中的附近 當時陰影車司機電動帆布 沒有綁好 也沒收起來 導致事故發生 路燈倒下阻斷道路交通 一度受影響 警方接或報案 立刻到現場疏導交通 並通知相關單位處理 幸好沒有任何人受傷 但是肇事司機事故發生後 竟然就開車跑了 沒有留在現場想辦法善後 這下被抓包 相關的損失賠償金額都還在統計當中 他恐怕得要付一筆錢來修復 二零二三剛開始沒多久 一個不小心荷包失賢 TVB的新聞高中黃凱信花蓮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